贫困,贫困是指生活水平极低缺乏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状态 例句,在这个偏远地区,许多家庭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生活非常艰苦 妻子,妻子是指一名已婚女性通常是家庭的女主人和丈夫的伴侣 例句,她的妻子是一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位爱心满意的母亲 品尝,品尝是指细细的品味,常为某种食物或饮料 例句,在这家餐厅,客人可以品尝到各种地道美食,让人流连忘返 雾茫茫,雾茫茫形容大片的雾气弥漫视线朦胧不清的景象 例句,沉间山区的雾茫茫,使得整个山谷彭扶至深仙境般神秘而美丽 计算机,计算机是一种用于进行数学运算数据处理和信息输入输出的电子装置 例句,现代生活中,计算机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 用于处理各种复杂的数据和信息 祈福,祈福是指向神明或者神灵祈求幸福平安或者其他好运的祝福 例句,在新年来临之际,人们会聚集在寺庙祈福 期望来年平平安安,事事顺利 继续,继续表示持续进行某个行动或活动不中断或终止 例句,尽管遇到了一些困难 他仍然坚持着决心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 连续,连续表示一个接一个不间断的事物或事件 例句,这座城市近期经历了连续的降雨 造成了一些区域性的水化 气候宜人,气候宜人指的是某地区的气候情况非常适重 适合人们生活和活动 例句,这个海滩城市的气候宜人 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度假 忍耐,忍耐是指在困难烦恼或挑战面前保持冷静 坚持不懈 例句,面对生活的种种困难 他以坚韧的忍耐精神克服了种种困境 分离,分离表示两者被隔开不再在一起或何而为一 例句,长时间的远距离恋爱让两人感到了分离的痛苦 却也激发了更深的思念 一山傍水,一山傍水是指建筑物或者地理位置位于山脉和水域附近 例句,这座别墅建在湖畔 一山傍水,享有绝佳的自然风光 隐藏,隐藏是指将某物或某人隐秘地放置不让其被发现 例句,艺术品被巧妙地隐藏在展览馆的一角 吸引着参观者的好奇心 拜托,拜托是一种表达请求的方式 希望别人能够乐意帮忙或答应某事 例句,他拜托朋友帮忙搬家 感激不尽朋友的热心助力 渐渐,渐渐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发生变化的过程 例句,在努力的过程中 他的技能渐渐提升 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